讲一下这一个QIS 那随着这一个网络技术的一个飞速发展 那互联网中的一个业务呢 是越来越多了化了 那除了传统的商道理 Email FTP以外呢 其实也是尝试用一些 比如说新闻业务 像IP电话 电子商务等等 巴拉巴拉一堆东西 同时在这里边 说什么 接用户也希望通过VPN 将不同的分支把它连在一起 那比如说开展一些事务性 比如访问公司的服务器 或者通过TelName来管理远程服务设备 这个我可以理解用VPN 可以先TelName到内网的 可以先装VPN到内网再TelName 一定是这样 然后呢 在这里边 关于我们网络科普多样化 那所以这一个流量的话 是非常多 对吧 那如果带宽不足 会出现这一个网络优色 那所以网络优色 转发食言 抖动什么都会出现 甚至严重时会丢包 对吧 导致业务资料 需要讲甚至它不可用 所以为了解决这些网络优色的问题 那QS就在这种场景下进行产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里边的话 我们需要掌握QS复杂流分类的技术 掌握QS它的一个另排统算法 跟了解QS的现往的一个布置方案 那我们在这里边 就两部分啊 属于这一个复杂流 还有这个另排统呢 是对应的 它会 它可以来考我们哪里呢 考我们机室 而对于这个布置方案的话 可以用来考我们的面室 知道吧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关于QS的话 MQC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又是我去一些地方 躲下来的 有发现模糊了很多 这个没得高兴 那在这里边 就说我们QS是什么样的 你们这张图可以了解很多 就说你们以前呢 可能就说 不太清楚 我们对这个流量是怎么处理的 对吧 那我们看这里 首先 我们的入接口数据进来 进入我们的设备里边 它做了什么 这一部分就是进了我们设备以后干嘛的 可以解释吧 首先 流分类 这个流分类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根据他们的一个某些特征 对吧 来进行识别出不同的一个类型的报纹 然后 使用流量监管 这个流量监管是什么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接口入方向的限速 知道吗 入方向的限速 如果你超出了这个入方向的一个限速 那么会被丢掉 报纹会被丢弃掉 那这个数据语言必须重传啊 被丢掉的数据语言要重传 知道吧 那在这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是入接口做流量监管 然后呢 其他处理 就比如说什么路由策略等等 巴拉巴拉的 接着呢 我要从接口出去的时候 从接口出去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有会进入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的时候 我们是有之前学过一个庸舍避免啊 对吧 那我们到达一个阵列里面的 相当于它的一个百分之多少 就属于它的一个阵列长度嘛 那么就开始进行随机丢弃 还可以理解吧 那就是避免我们出现一些 像TCP全球同步呀 或TCP20等等一些现象 那在这里边 我们交到不同的阵列里边 那我们接口下还需要去指定 选择什么调度技术 那这调度技术有哪些呀 我们以前学过了 FIFO 还有像什么 PQ WFQ 还有WR 对吧 CBQ 对不对 还记得吗 FIFO 就是先进来 就先出 可以理解吧 是没有问题吧 真简单嘛 那这样的话 生FIFO 有什么的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 那不会被优先处理 对吧 就是说我们先进先出 那他这里是不分 我们这个重要不重要的 会到 对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能 他大量的把我们不重要的发出去了 重要的反而慢了 对吧 那这个就不好吧 PQ 那是P的话 代表是我们优先级 对吧 优先级调度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边选择PQ 是可以指定不同的阵列 它是属于一个重要程度 对吧 那我们正列这一个相当于 他优先级高的就先发送 有点低的就晚发送 必须先把高优先级先发完 再可以发低优先级的 可以理解吧 那这样的话 好处在于可以保证 我们这一个重要业务可以优先处理 但是呢 会出现问题就是低优先级20现象 什么意思呢 我一直有一些中高 就是假设你们可以理解我先去排队 对吧 那么有属于 比如说有超级VIP王家 还有一个VIP王家 还有一个零充王家 对吧 那他也排队 那假设 我们可以理解为 他们只会先处理有VIP的 先处理有特级VIP 再处理VIP 再处理普通的 那假设你是做一个零充会员 零充普通的一个人 那你去参加 终于排到你了 下来一个超级VIP 或者普通VIP 都会抢掉你的位 都会插队 各位理解 那真有可能 你是最早过去的 排到最晚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出现一种低优先级20现象 各位理解 那我们另外呢 还有什么呢 WRR WRR是什么情况 WRR是我们根据全重值 来进行轮群 比如说我自己全重值5 这边全重值4 这边全重值3 对吧 那比如全重值5的 我就给他先发5个报文 就5个 5个 懂吗 那全重值4的呢 就我5个报文放完以后 还给下一个阵列 发4个报文出去 再换下一个阵列 发3个报文出去 然后呢 重新轮回来 各位理解 但是在这里边 优点在于 我们第一优先级终于有的发了 可是对于食言要求比较高的 可能得不到满足 各位理解 同时 我们是根据个数来的 大家是根据个数来的 那根据个数来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就是 报文可大可小 对不对 有可能你一个报文 等下5个呢 对不对 所以也存在一些 就是说 看着像比较平衡 那其实并不平衡的一个现象 对吧 好 那WFQ 什么呢 它可以自动的去给我们不同的一个 就不同的阵列去分配带宽 这次直接分配带宽了 那根据权重来对的 但是无法自定义它的一个 就自定义它的相当于不同的流 同时对于一些低食言确实也没办法 低食言确实还是可能会 就我们有一些业务可能没那么重要 但是它要求食言确实比较低的 对吧 那可能也得不到及时的调度 那这样也不行吧 那比较好的一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 PQ加WFQ 对不对 那就是说我们最优先级 比如说它自己是 几个阵列呢 这个是0到7 0到7 这些阵列 数字越大 你觉得代表越 那个 就说这一个数字越大 代表是越优先 这么理解 知道吧 那我们可以比如说 把6跟7 这两个阵列 放在PQ那里 那让它们优先去调度 懂吗 然后呢 它们这两个6 7优先调度完以后 剩下的感觉都没什么重要的 再由WFQ去给它们分配代表 可不可以理解 好 那这一个 就属于我们这一个 PQ加WFQ 最后一个 CBQ 对 这种自定一份LAT 那这个CBQ的话 它是最为灵活的 也可以自定一份LAT 但是呢 操作难度会比较高 对 有好CPU 操作难度高在哪 是不是我们要不断写很多策略啊 知道吧 选一个去写策略 所以这个呢 会比较 消耗我们 脑力 还有设备 那这个是我们这三种 就是这几种阵列 有没有问题 常见的阵列 有没有问题 那在这里边 我们根据不同的阵列 进行一个调度出去 然后呢 出接口做流量整形 诶 记住 入接口做监管 出接口做整形 诶 为什么不是入接口做整形 出接口做监管呢 什么是流量整形 嗯 什么是流量整形 排序 啊 以示线数啊 整形跟这个监管的示线数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监管对于超出的 不及惩罚及丢弃掉超出的 这个额度的流量 可以理解吧 那如果是整形的话 他会把缓存下来 再慢慢的使用剩余带宽给他发送出去 那在这里边你看 我入接口 我直接限掉我们不要的 出接口呢 我再慢慢给你调度 行不行 那么 在这里边 你们有没有什么疑惑 我直接入跟出 那我直接一个带宽就行了呀 是不是 要怎么想 你们想成 我这个设备有很多入接口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很多入接口 很多出接口 也有 那往这个接口方向出去 带宽总共就那么多 可以理解吗 所以 这里的话 我们最多 我可以帮你做一些 一个流量整形 帮你缓存一下 那这个要是 需要消耗 我的设备的一个 缓存资源 同时呢 也会带来一些实验上问题 但是呢 不需要重传了 是吧 不需要重传 那在这里边 我们相当于入方向 你超出了 把你过滤 把你跟 弄掉 那出方向 你超出了 就给你慢慢传 没问题吧 好 那 我们在这里边 来看一下 关于 我们对于这个 CBQ 什么的是 怎么进行操作 那 这里讲的一个 MQC 听什么都没听过的一个名字 是不是 对吧 什么叫模块化 QOS 则命令行MQC 其实 你们看到 你们看下面这一行 留分类 留行为 留策略 没错 这玩意儿就是MQC 其实改个名字啊 知道吧 分类会吗 对啊 对啊 卡标签 然后呢 策略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对啊 入方向怎么做 出方向怎么做 就是这样啊 在这里边 我们出接口做QS先数啊 这里是 记住 留分类 就我们属于这个MQC 是调整什么 我们可以做哪部分 可以做属于这一个 就留分类这部分的 还有这一个属于正列调度的 懂吗 懂吗 就分类 然后我这里进行其他处理之前 我会给它分层数 属于哪一个正列 各位理解 那记住 我们以前所学习这一个 比如说加上什么的一个标记 对不对 你记得吗 802.1P 我让你们还记得这些东西 802.1P ESP 还有一个是属于我们的DSDP 熟吗 熟吗 第一个是属于围类的什么 围类里面一个优先机 知道吧 那ESP呢 是NPLS报纹里边的 这一个优先机 DSCP属于IP报纹里面的 知道吧 那么 这一部分你们是要清楚的 懂吗 那这个标记不代表 就说你素质高 我就一定优先处理你 知道 只是我可以帮你指定 进入哪一个正列而已 各位理解 这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在这里边 存在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我这里假设 我作为 我现在我打游戏 我打的感觉 明明带宽还不错 可是呢 家里有人在看电视 啥的 把我带宽来抢了 我感觉很不爽 那我能不能 就可能我可以通过某些方式 对吧 把我打游戏的这些流量 上传 把QS 就是将来把他这一个标记 把他调最大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进入高优先学的正面里面 不可以理解 这有没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是 就是就是类似一种攻击了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真的来搞 那我们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属于信任问题了 我能不能信任你给我的报文 懂吗 我能信任你给我的报文 我们先讨论报文进来这个方向的 信任 我这个接口是属于 其实我们在这里边呢 可以使用就是入接口方向 说trust 相当于我指定你给我的报文 我信不信任 各位理解 那如果我不信任 那你的报文 我就会当成 标记是零来进去处理 可以解吗 所以在这里边是这样的 trust 对吧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 但我们只能试着一个 你在这里边 比如说我们是根据802.1p 还是说根据这一个dscp等等 来进行指定 那看你们加换机的吧 那我们可以指定 那我们可以指定 802.1p dscp或者说ipp 对不对 那这里有分不同版本 分不同版本的 那我们在这里边 就相当于你给我的报文 如果你任意修改了 那我肯定不能说随便就信你的 所以 除非你的这接口 是你信任这一个用户下面的 那这样的话才行 可以理解吗 所以你需要说侮辱我们这个trust 比如dscp吧 就这样 各位理解 这个dscp是ip的 没问题 这个dscp是ip的 那如果你要对伪lan的报文 那就是802.1p的 知道吧 就我现在 并不是说我给你任何的这个标记的 你都会去当成高优先处理 必须我接口是信任你 才会信任你这优先级 可以理解吗 就相当于我现在在这儿 发送的报文 我调成7 最优的 那你就给我央成最优的去处理 这样合适吗 不合适吧 我肯定要根据你的流量来处理 所以我就要决定我要不要信任你这接口 对啊 对不起吗 我跟你讲 我可以不信任你 然后你进来以后 我再使用策略来进行给你分类 就我们以前学过的 是我们使用这个sip policy 你进来以后我再给你分类 还记得吧 那进行分类以后 这个属于我给你管的呀 对吧 好 那这一个 没问题吧 有问题 刷实的命令 是不是很简单 嗯 那这里还有一个其他顺项 什么应用 到什么这个区分域 拆分域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可能有一些映射关系 那这个什么php行为啊 报文颜色 颜色 破文还有分颜色的吗 还有分颜色的吗 其实现在这种东西我们都不搞了 这种东西有事有的也不搞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一个所谓的颜色啊 是属于 在我们调用QS的时候 有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叫四盲模式 一种叫市民模式 知道吧 四盲模式呢就是我 反正你报文是怎么样 我不管你 你说什么颜色我都不看的 那这个市民模式呢就会 比如说根据你的报文 然后如果我看你顺不顺眼 给你打上绿色标记 还是黄色标记 红色标记 各位理解 那发送给别人 别人再根据这个颜色去处理 各位理解 那现在基本上是没用这个四盲模式 基本上用四盲模式 因为其实用四盲模式 它会增加这个报文的一个大小 那 我们性能又够 对吧 那这里边 关于这个报文进来 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我如果说 你的报文进来 那我应该怎么匹配 什么意思呢 你们也知道了 我们有分为 dscp 考算什么 802.1p 考什么 dsp 没问题吧 考什么ipp 对吧 ip优先级 但是这里就被测掉了 那这里边 存在一个问题 存在一个问题是这样 什么呢 dscp范围是多少 0到63 然后呢 802.1p 和 esp esp 是在0到7 那我进来 我怎么知道你是应该输在哪里 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从二层过来 我现在是放在三层里转发了 各位理解 你现在二层进来 我现在是我要去三层转发 我不可能还带着你去802.1p过去啊 各位理解 所以这就是一个叫做什么印射 是一个印射的一个列表 那这印射列表什么呢 Qs 他的一个 哎 这边没有 哎 这边没有 Qs 这里边呢 有个map table 看到没有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指定 我是dota1p 就802.1p 到 你是dota1p进来 到我这边印射为多少 各位理解 那我们先看一下display 默认的 默认的 进来 802.1p是1 对吧 那我对应到我的 这个本地 优先级就是0 或是0就0 那就进入0这条阵列 听见吗 我们数学处理就只有 0到7个8个阵列 那我根据你优先级正如我的阵列咯 懂吗 那在这里边 我们都有一些转换的 比如说进来 dota1p等于多少 这边等于多少 那你们可以发现 这里 dscp是0到 这里0到7这部分 都是怎样的 对应的一个0 然后呢 9 我从8这里开始 到达我们15 对应的是我们1 对不对 所以这里都是1的一个对应的 可是我们可能还要修改它 各位 所以 所以 我们可以在 qs 这边的 Mable table 这里 比如说你从802.1p进来 改成我dscp 我怎么做 懂吗 我怎么给你映射 有没有问题 比如你进来的时候 假设你是属于5 那 这里我们可以一个范围 2 比如说 图6 这两个 如果你是5跟6进来 我统一 把你看成多少 来看你 成一个7 调低 调最低的 随便 懂吗 认你行义 懂吗 嗯 那就是说 这个 路由器 这个设备是属于你自己的 为你是一关 之前它是多少 你进来 变成多少 就这样一个东西 就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映射关系 可以解吧 搞回去我把安住掉行了 安住掉进来是多少 就行了 那就恢复了吗 不认默认 那这一个是在之前以前的level里面 就考了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怎么做 就是报文进来是多少 进来以后进成多少 就用这个来改的 我这个操作全局的 我这个操作全局的 像我会说 嗯 整个 tribal being 一个 都不要 啊 被挑战 对ting 对 这里的话是会这样的 你随便你怎么修改 到他那边他肯定不信任你的优先级啊 那你的报纹都属于普通的呀 对啊 对啊 这一个是你自己的 并且你要自己做映射 自己要做映射的前提是 你要是怎样 先做trust 刚才我是信任 我不是信任全都是零 懂吗 是 对啊 哈 对 刚才这里没得敲 对吧 那这个没事 那么 这一个有没有问题 操作是很简单 那我们在路由器上也可以有这么一个东西 也有这个trust的 对吧 一样的 什么DSCP 所以 则我们后面会多出这么一个单子 是不是 那你们再把这个操作 trust 去路由器里面查一下 不是 在路由器里边 trust的命令 对 如果增加我们这后面这个后缀 对不对 代表 允许 对映射止尽修改 那刚才为什么交换机没有这个探索 因为是不是我们在交换机根本就没得调啊 但没有调映射 那我这里 我信任你 那我肯定会修改你 是不是 那如果我接口下做信任并解 做允许修改 那是不是才会被修改 进来多少 出去变成多少 是不是 这接口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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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样这个参数 对啊 所以你发出优先 你是不是先 重要帮你先出去了呀 那么在这里边 你已经做好了先入 相当于 你把重要的你先发出去 他直接默认给你先入先出 都可以呀 对吧 你重要先出去了 他是不是可以先给你处理 你不重要往处理 即使给你先入先出 也无所谓吧 各位理解 问他们 对啊 所以你看你重要东西 你先挡进去 是吧 挡出去 就你自己是调度 对不对 好 好 这一部分 有没有问题 信任 还有这一个 调度的 对 还有我们这映射 有没有问题 对 是 真的 什么 我 就